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军承认其在乌克兰审时巨大 俄罗斯总统副发言人佩斯科夫 今天证实俄军在乌克兰遭遇到重大审时 这是俄国人第一次承认他们的军队在乌克兰审时巨大 这也证实了乌克兰国防部的战损 战报是准确的 因为每次消灭的俄军 乌克兰军人都会计数 会留下尸体 另外被毁损的俄军飞机 坦克装甲车 也都被乌克兰精确计算过 乌克兰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你谎报军情的话 会遭到其他人的检举揭发 而且一旦受到核实以后 就会丢尽颜面 所以说乌克兰官兵没有人敢编造假硕制 俄罗斯则恰恰相反 它是一个集权国家 总是任意编造假硕制 因为它编造以后 万一面临上级的核实 它可以行贿 它可以弄虚作假 但是乌军不同 我在这里面想要特别指出的是 俄军省师的十分之一兵力 都是精锐的潜伏部队 因为俄军阵亡可能将近十分之一 但是按照战场的规则 另外还有三倍的人 也就是差不多有三万人 六万人左右是受到了受伤 或者被冻伤 或者是患病 因为在野外驻扎一个月 对任何一群军队来说 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更何况俄罗斯的后勤装备太差 军人在前线可以说是受尽了虐待 所以说俄罗斯的总体损失 应该在40%左右 也就是说差不多有八万人 丧失了战斗力 而且这八万人 都是俄罗斯的精锐部队 都是潜伏部队 因为只有这种装备优良 士气旺盛 敢打敢拼的精锐潜伏 才有战斗力 军队不要以为都有战斗力 大部分军队实际上都是做着样子 就像一把刀一样 真正锋利的都是前面的那个锋刃 如果那个锋刃你把它磕坏了 把它这个就是说呢 遭到或者你给它崩断了 那么后面的那个刀柄呢 实际上都更加脆弱 你使劲一砸就给它砸断了 也就是说呢 俄军现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进攻能力 尽管呢 基辅周围的数万俄军 已经撤退回国 或者说是阻力 但是呢 他们其实现在没有能力去进攻 邓巴斯 据说呢 很多军队呢 需要这个补充 需要这个兵员上 这个武器上都需要更新 此外呢 美国国会表决取消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 这个在参议院的表决呢 是100票对0票 也这是罕见的比例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美国参议员都认为呢 俄罗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个一般来说 美国给予这个 没有跟美国签约 比如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啊 或者其他有特殊这个 这个就是说条约的这个贸易国家呢 都是给予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俄罗斯呢 已经享受这个待遇几十年了 但是呢 现在呢 他被取消了 众议院都已经对这个法案进行过表决 所以呢 现在这份文件已经送交给拜登总统 一旦他签署 就会成为法律 估计他在今天就会签署这个协议 不 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另外呢 还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 而且呢 美国现在对俄罗斯的任何经济制裁呢 都不会轻易撤销 即便现在俄乌两国呢 达成了停战协议 因为美国呢 要这一次呢 要严厉的惩罚俄罗斯 直到其经济崩溃 这个国家解体 另外呢 就是欧盟主席呢 访问基普 弗德赖恩呢 在今天呢 这个走下火车 到基普去 访问 并且拜访这个 乌克兰总统 责任司机 这个举动呢 让人庆佩 因为他是冒着这个炸弹袭击的风险 就在他走下这个火车 不久呢 基普就传来了空袭警报声 这表明呢 又有俄军的导弹飞过来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欧盟主席 我估计他们不敢 他们可能想恐吓 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 这个欧洲领导人 去访问基普 那么呢 俄军呢 就面临一种两难 因为如果攻击呢 就有可能有一天 打死一位欧洲的国家元首 或者是像 弗德赖恩这样 更重要的欧盟主席 那样呢 就是呢 俄罗斯可能要面临着 更严厉的 这个欧洲的 这个 敌事 弗德赖恩的访问呢 毫无疑问 鼓励了乌克兰人的士气 另外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消息呢 显示这个俄军呢 是非常邪恶的 他们会在这个 他们撤退的那个 乌克兰居民家里面 窗户上放上这种炸弹 那个炸弹的拉环呢 就在窗户的那个扣子上面 也就是说 当乌克兰人不知道 去打开窗户的时候 回到家中 一推窗户窗户 就就会 爆炸了 人就会被炸死了 甚至还有邪恶的俄军呢 把这个炸弹放入到 乌克兰人的洗衣机里面 然后把环子拉出来 这样呢 你一拉开洗衣机 把那个环子一掏开 崩 这个 这个手榴弹也就爆炸了 所以说 俄军的这个 邪恶呢 他是 应该这样说的 他已经有几百年的传统了 其实当年这个俄军呢 到东北 也是烧杀抢掠 抢劫 盗窃 什么坏事都干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视频显示呢 俄罗斯的军人撤退回国的时候 连洗衣机都要抢回家 所以这简直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强盗军队 他们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应该这样说 俄军呢 比这个 当年的纳粹军队 还要这个野蛮多了 事物性更足 而且呢 最新一个事件呢 就是俄军导弹袭击了克拉玛托尔斯的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呢 位于丁尼茨克境内 因为呢 现在呢 俄乌呢 都准备在邓巴斯举行会战 所以说呢 现在乌克兰政府号召当地的这个居民呢 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撤退 也就是说呢 从而呢 就是减少伤亡的可能性 这个火车站当时有数千难民都在等待火车 而且呢 这个俄罗斯立这个火车站 军队立这个火车站很近 竟然用巡航导弹来轰击这个火车站 目前呢 已经造成数十人伤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已经对这种暴行提出谴责 但是俄军呢 不仅拒绝承认 反而认为呢 反而胡说八道 说这个是乌克兰自己 这个用导弹炸死自己的平民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所以说从俄罗斯人 这个一贯的这个撒谎 就能看出来这个民族是非常邪恶的 绝对不是说一两个人邪恶 而是呢 太多人邪恶 好 好 谢谢观看